你们这是做什么 有话起来说吧 虽然之前我们闹得不愉快 可现在咱们也算是共患难的朋友 大可不必这样 徐阳的话让人听起来很暖心 不过这一次带头跪在地上的剑客老七 并没有起身 而是一脸虔诚的 凝视着面前无比高大的徐阳 徐阳大哥修为盖世一波云天 如果您能够将我们收入麾下的话 岂不是碎了我们的心愿 哪怕就追随在您的身边安前马后 不需要任何的职位和俸禄 我等也欣然接受啊 徐阳苦笑着摇里摇头 大可不必 你们不需要跟着我一样 也能够混出属于你们自己的成就 并且这一次我们的行动还没有宣布收官 这才刚刚挣脱情人城地牢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这锦绣山庄的范围内 三王爷如今情况不明 应该是那个五王爷亲自布局 将我们困在了情人城地牢之中 他才是罪魁祸首 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全面掌控了锦绣山庄内部的全部势力 不管怎么说 我们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先找到这个家伙 并且让整个锦绣山庄控制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 这样一来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我们也有恃无恐 听到徐阳这么一说 大家纷纷凝重点头 似乎又来了干活的力气 飞快地站起身 按照徐阳命令进行后续的行动安排 这样 八门众人跟着我去锦绣山庄的前院 其他人先各自分散 对后院进行整体检索 看看能不能收获到一些隐秘的消息 毕竟这锦绣山庄实在太过庞大了 如果我们裹成一个整体 一点点搜索的话 也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找到这些人 各自分散起来目标自然就小得多 也不容易被发现 你们这些人都是顶级的剑客 我相信叫你们做一些侦查工作 应该都不在话下吧 本就有打算加入徐阳回下的这些剑客们 一个个更是干劲十足 纷纷对着徐阳歧视发愿 放心吧 阿阳哥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有什么消息 我们会立刻给你传音的 徐阳点了点头 就地遣散了两方阵营 而后带着八门这些队友们 直奔锦绣山庄 正常的大厅 果然不出徐阳所料 五王爷的人已经将这个地方 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彻底保护了起来 估计连一只苍蝇想要飞进去 都相当的困难 而这些人一看就知道 全都是五王爷的私家侵卫军 各个实力强大 老大 咱们是不是给硬闯进去 好生痛痛快快地杀他一番 我看到这些忠于皇族的战士们 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 以报当年他们践踏德克一族的血海深仇 徐阳轻轻摇里摇头 阻止了他们这样的想法 报仇不及于这一事 五王爷真正的目的 应该也会在这一次浮出水面了 我确实没想到这家伙也如此野心 并且潜藏得这么深 一路上来都没有露出任何的马脚 就连我对他的身份也没有怀疑 若非这一次我的实力已经超出了对方的想象 想要挣脱这地下囚龙还并不是那么容易呢 徐阳这话当真在理 以我的看法 若非他几乎堵定了情人城地牢 足够将所有的死囚牢牢囚禁得住 他又怎么可能指派这一点人手来镇压情人城地牢呢 我有办法根本不需要直接闯落 这个地牢后山不远处 应该就由锦绣山庄专属地处理那些囚徒尸体的地方 因此这里时常会有数不清的乌鸦聚集 我们可以借助这批飞行的乌鸦 来帮助我们清理这些人 徐阳这话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 可究竟该如何去做 如何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这里面学问可就大着呢 只见徐阳突然身形一抖 消失在了原地 来到了锦绣山庄外围山坡上空 也就是那些乌鸦经常聚集的位置 而后徐阳开始故意地释放出一部分 十分浓郁的阴属性气息 将大批大批的乌鸦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 而后徐阳用一种特制的毒素 将这些乌鸦的嘴部完全涂抹了一次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投放了一种特殊的食物 他们在使用完毕之后 出现了类似狂暴的嗜血状态 也正是在这期间 徐阳居然来到了那堆满了强大守卫院落外围一处高点 并且掏出了自己的凤与乾坤弓 连接射出了十几箭 每一支箭同样被涂抹了那种毒药 在率先射刺十几个强大武者之后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带有那种毒药气味的血腥气息 迅速弥漫向周围山林之中 紧跟着成千上百的人身上沾染了这种味道 并且进入了嗜血状态的乌鸦闻道后 开始了疯狂的攻击 遮天蔽日的黑色 很快便遮挡住了所有人的视野 让这些乌鸦们近乎疯狂的攻击院落当中的战士们 真是神乎奇迹 鬼斧神功啊 咱们老大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呢 为何他就会拥有如此智慧 要是能够将他的战场智慧也分给我们一些 我们这些人当初又何至于被压在情人地牢那个鬼地方呢 乌鸦螃蟹等人又开始抱怨了起来 不过这一次 小赤后却是一脸欠扁的嘲讽了起他们 说真的呀 智商这个东西真的是羡慕不来的 有些人天生就是聪明人 就像咱们阿阳老大那样 或者像是我这样 众人哑口无言 来人 快去禀报王爷 负责守护大唐的那个副将 立刻意识到了局面的危险 果断派出士兵进到内层去通风报信 然而面对成千上百的乌鸦 不管怎样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清除 更何况 有徐扬在背后推波助澜 他就如同掌控着暗夜乌鸦军团的暗夜君王一般 用冰冷桀骜的目光 服侍着这些被乌鸦啄得焦头烂额的战士们 何为战场智慧 就是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 最合理的利用周围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来用最恰当的方式高效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压制对手 显然 徐扬这一波算是彻彻底底的 给他们这些队友们上了一课 就算是小花 也都没有想到是这种经验的策略 每一会儿功夫 老五那个家伙也就是如今的五王爷 亲自在几大顶尖强者的护卫之下 来到了院落之中 看到这一幕之后 老五竟忍不住勾起了嘴角的一抹微笑 果然就是那小子的手笔 我的判断应该没有错 情人城地牢应该已经被他们挣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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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